春节台股修饰12天创历史记录 兔年开工后台股今年会大发吗 有人统计过去50年来 各流年生效的平均涨幅 竟然发现历史记录中 已兔年最旺 四个年度的平均涨幅高达51.65% 12年排第二34.5% 牛年平均涨29.3% 算起来马年最差 平均跌幅达11.61% 但这是否代表兔年能在股市赚到大红包 学年难预测 不过开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倒被看好 因为根据统计 近十年以来 新春开盘收涨几率达七成 平均涨幅0.16% 加上春节期间 美国股市也红通通 专家预估新春开盘就会涨 我个人的判读是至少中逢以上 个人目前判读有四大族群会涨 台积电相关的族群会涨 第一波 电动车特斯拉相关的会涨第二波 回答这一波 第四个波的话 会是今年最夯的叫节链概念 有人买台股想赚红包 也得注意开工日的小红包 民宿专家提醒 如果想要带财运钱棍钱 可以把红包袋放在办公桌 桌垫或是电话机下 也可以放在家中书桌 或是床头柜的右前方 甚至放在枕头套里也可以 注意开工红包 千万不要钱拿走后就死掉 民宿专家建议 红包袋可以保存一年后再丢另外开工当天 最好穿亮色系衣服 才能让新的一年好运跟着来 记者张欧棚成天安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